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啊什么 这么巧呢 那你们说些都唱 你们都能说什么呀 我听听 我太多了 你说一个 大伙熟知灌口 灌口 对对 爆菜名 我请您吃 蒸羊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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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刚备一道菜 你们一张嘴就爆菜名 一张嘴就爆菜名 爆病名 听过吗 爆病名 啊 你那头一句怎么说呀 我请您吃 我请您得 嗯 脂肪肝 酒精 肝水度 错窗 黄雀斑 白脸风 破肠风 口腔 贵痒 骨疏松 近视眼 远视眼 腹瀉 便秘 手速紧 高血压 高血水 那么神经衰弱 新狗死 请你们新狗死 啊 是比我们显得工整啊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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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很神奇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有痘呢 你 你痘一个 痘 你让大伙儿看痘不痘啊 你痘一个 你痘一个 可乐吗 怎么不可乐 可乐吗 怎么不可乐 你说话你别指我 我吃你怎么吃 你指我抠你卖门 你别动啊 哎 哎 嘘 别说话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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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病得不轻啊 真的假的 逗你玩的 吓我一跳 乐了吧 我就纳闷了 你们这医药演员说学唱你都研究 都行 你研究这痘干什么 愚昧 嗯 你琢磨琢磨 你卖老年人的药 你不把老年人痘乐了 老年人能买吗 对 你卖年轻人的药 你不把老年人痘乐了 老年人能给他买吗 嗯 你卖小孩的药 你不把老年人痘乐了 老年人能给他们买吗 合着你们就卖给老年人 你老得卖给他呀 你们怎么这么贫呢 你甭管 哎 你都平常有什么药啊 哎 我们这个药太多了 今天在这边给大伙展示展示啊 你看 这是啥 千球 不知 这怎么能是千球呢 这款药 是我家祖传的灵丹妙药 您这药叫什么名字 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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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药中的战斗丹 哦 您那个药主制什么 主制胃病 胃病 对了 您这个药在哪可以买到 这个问题问得好 你看我们医药演员 不光研究数学窦场 主要研究什么那药 在哪卖用 什么形式卖 对 比如说角气药 什么形式 访谈式 访谈式 对了 不对啊 我记得那角气药 应该上早市嘛 对吧 都是什么老头啊 老太太呀 这个大爷大妈呀 他们用得着 是不是 平常没人用 不是你这顾求什么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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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嗯 哎 欢迎找请坐 请坐 请坐 这个跟大伙聊一聊啊 今天有什么 关于角气的问题 尽管问我 我研究角气 已经四十多年了 可以说 在这四十多年当中 角气就是我的氧气 谢谢 那个专家 嗯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您说 这个角气如何根治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好 通过我的研究 我角气一般分为三种疗法 哦 物理治疗 化学治疗 和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还疗什么疗啊 你就说物理治疗吧 物理治疗 哎 提到物理治疗啊 不得不说我家 祖传的一块 玄铁 玄铁 提起这块玄铁 那是相当的神奇 用你的双脚 在玄铁之上 不断地摩擦 反复地摩擦 这个环节 脚气带来的痛苦 哦 那这玄铁长什么样 这个问题问得好 嗯 玄铁长相相当的奇特 嗯 它呈片状 片状 一片哀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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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玄铁的另一端 有一根水管 连接着下一个玄铁 东路的玄铁 连接西路的玄铁 楼下的玄铁 连接楼上的玄铁 看 在墙角之上 有一根总水管 直通房顶 好 在玄铁的另一端 怎么样 有个金色的小玄鸟 没错 心情转动它 就发出三个声音 对对对 一到入冬十月份 都拿到放气 还有人拿它 晾袜子 对 来 大伙听见了吗 他这药物治疗 就是生存暖气片的 拿俩脚啊 这是物理治疗 药物治疗也有啊 你说药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给大家带了这款药 你看 这是啥 这不是刚才那款胃药吗 自言诧异 刚才那个是口服 现在这是外用 你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你是个骗子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药就是能治病 治什么 而且我这款药是通过我 我父亲还有我爷爷 我们祖孙三代 经过这么多年的潜行研究 提起了世界上 上万种动物的DNA 很神奇地发现了一个事情 世界上有三种动物 绝对不会得脚气 哪三种 鲶鱼 蚯蚓 鞋 你们祖孙三代眼神都不好啊 怎么了 他们仨有个脚吗 你见过鲶鱼长脚在河里头跑啊 我的脚气了 我的脚气好痒啊 好痒 有这样的吗 鲶鱼会说话吗 你说这些都不重要 那我还问问你专家 你说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 您这款药要是无效 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 今天我向在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郑重承诺 如果这款药买回家去 治不好你的脚气 怎么办 拿回去当胃药啊 我把这场忘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行嘞 我算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你就是个卖药的骗子 假药的骗子 还是不相信我 不相信 我告诉你 我这个药最神奇的地方在哪知道吗 在哪 能治年轻人的病 年轻人什么病 年轻人病多了 不承认是吗 不相信 现场采访给你看 来 现场的朋友们 有拖延症的 请举手 你看看你看看 什么意思 没举手的你们还在拖延呢 嗯 啊 好啊好啊 有手机依赖症的朋友请举手 你看这回就诚实多了吗 嗯 朱军老师你把手机撂下吧 你把手机 人家没拿着手机 啊你知道这么大的场合咱们要卖这个药应该怎么卖吗 怎么卖 咱俩配合着卖呀 怎么配合 给给你这个 这啥 台词 还有词 哎你照着词念根本就不用排练 音乐琴 走 金飞医药世家第二百五十代传人 著名拖延症医学专家 今年七十岁的他已经从医八十年 他始终强调 是我神药绝对有效 如果无效 我把楼跳跳跳 新药利用3D技术打印而成 可以说容纳了所有的最新黑科技 金大师将这个属于未来的科技小药丸 命名为 瞎胡闹一号 这什么药这是 这 这能 一人你买药贵 喊上的兄弟和姐妹 团购 是最优惠 不满早晚会后悔 一个疗成不行 这药就不能停 你明一定肩定心心把那健康群 还说这药有疗效 评价 它是呱呱叫 我是在兄姨一门心思 只造一种药 不好意思 我切变话呀 爸怎么着 我这卖药呢 犯胃病了 别吃我那药 别吃都不管用 你等会儿 你谁等会儿 你干什么呀 我爸住院了 我上我办口 你爸住院犯胃病了 对呀 你傻呀 咱这儿有胃药啊 这是脚气药 你不是 你这样不就是胃药了吗 是是是 我跟你说 这药怎么成为了 有蚯蚓 黏语 还有血 还有血 这边去吧 哎呀 我的妈呀 爸呀 爸呀 给咱爸爸药带上 朋友们 看见了吧 这就是虚假专家开药方 内服外用换包装 善恶到头终有抱着人家的正道 是 沧桑